《地球之友》 其實《地球之友》之前 可能看過網頁都知道 我們有四個空間的關鍵 在幾年前 就是空氣 第二就是水 水是我們現在關注的熱體 第三就是能力 即是直接連繫到氣候變化 最後一個就是RASER 我們《地球之友》 將《地球之友》 轉為《地球之友》 轉為《地球之友》 而專注於更深刻的議題 我們的財政來源 除了一些普通會員的會費 他們定期的捐輸之外 我們都有一些機構 認同我們的理念 所以我們有部份的財政來源 的確來自一個比較穩定的 可以這樣說 一路以來都會有一些贊助 因為我們的項目 認同我們的理念 特別是贊助一個項目 我們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最初去開發的時間 的確需要有一些金錢的資助 或者要做一些活動 使用領導業界或我們的NGO朋友認識 我們便會申請資助 無論是一些政府的資助 或者是一些私人的資助 資助我們都有申請 其實我們的環保組織 可能是一個底下 其實我們是通過不同的項目 去帶出這個信息給市民 另外呢 我們就比較flexible 如果跟政府比較 我們可以很切身地把我們的信息 可以很容易地帶給市民 我相信比較老牌子的一些環團 都在面對我們面對的問題 我不要說環團 或者其他NGO 我們以往都會比較 用一些實體的媒體 來宣揚我們一些議題 但隨著時代變遷 現在用社交媒體 去推廣一些環保 或者一些可持續發展的信息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 比較舊式的環團來說 是一個挑戰 我們照顧那邊好一點 還是傳力去電子傳媒進發 怎樣去tap這群人的反應 讓我們的訊息可以散出去 我們現在還很努力地在這方面進發 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挑戰